十分访谈 我们今天来谈谈就是劳动力市场前九 去年我国的总就业人数创纪录增加了22万7千8人 居民就业率就增加了26千3百人 是的 不过人力不预计我国接下来的就业增长将放缓 并出现各领域需求不平均的现象 到底哪些领域存在增长的潜力 哪些领域又会收紧招聘的力度呢 马上来欢迎两位嘉宾 首先就是国大商学院组织管理学副教授宋赵李博士 另外就是新加坡人力资源学院人力资源专家陈志强 两位嘉宾好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主持人好 你好 好 首先我们来请教宋博士 我们看到最新的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 去年的一些数据比冠病疫情前理想 包括居民的就业人数 居民长期的失业率 被裁人数等等 那你怎么看接下来的劳动市场走势呢 这些很好的就业数据主要反映的是疫情后产业的复苏和意志的需求的恢复 并不代表现在经济的基本面比疫情前更好 另外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 它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很大 本地劳动力市场今后一段时间的走向可能受国际形势 包括经济和低原政治形势的影响非常大 而这些方面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我个人认为在没有国际经济或者政治重大负面事件发生情况下 随着疫情后产业的持续复苏 新加坡今年劳动力市场还是会维持比较好的发展趋势 但是如果有重大事件发生就很难说了 还是有一缕阳光是照耀着的 但是美国的一些大型银行如高盛 还有就是摩根士丹利 在去年年底今年初的时候就宣布裁员了 那么如今就出现了硅谷银行倒闭或者是瑞士信贷 需要监管机构出手来相助的情况 那么宋博士您来看 宋博士请您下来就看到的这个情况 就是必然的就会削减开支 或者是裁减人手等等的 这个裁员风是不是会吹到这个金融银行业 而这对新加坡的影响又会多大呢宋博士 很好 这的确是最新发生的事件 那我们首先来看新加坡的这个情况 在过去一段时间 新加坡金融业的发展强劲 本地金融业的监管非常严格 降好的因素很多 发展也非常的健康 但是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国际金融机构 存在经营方面的风险 那么在新加坡的分支机构 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不过他们在新加坡雇佣的人员比较少 所以这些公司的裁员 对整体行业的影响是有限的 对新加坡的影响应该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了解 当然陈先生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分析都说 五国今年的经济表现预计将不如去年 那么企业今年还会扩大招聘吗 根据您的观察 这几个月的招聘市场有没有放缓的迹象 根据观察 其实很多公司还是带着那种比较关注的态度 去了解一下情况 因为像博士刚才所说的 很多时期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度 像这些银行的这些问题 科技那方面的带来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大致上来看 可能很多公司都得看一下 这大环境会怎样的去迎变 然后再想一下要怎样的继续 对他们的公司的运作 去采纳 应不应该去聘请更多的员工 所以就刚才陈先生也提到这个科技 这个科技业的裁员潮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受影响的比方说有谷歌母公司的Alphabet 亚马逊 微软等等 而Facebook母公司Metta就去年年底宣布 解雇一万一千名的雇员之后 刚刚又说要裁员一万人 这个媒体称的Metta就首家 宣布第二轮大规模裁员的大型科技公司 那么宋博士在您看来 这个科技业的裁员潮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 而关键因素会取决于哪几方面呢 我们首先来看Metta是一家美国公司 那美国公司受美国的整体经济情况的发展影响非常大 那在美国来看呢 美联储的加息周期还没有结束 对全球的消费需求 特别是对科技产品的需求 是有一定的意志的 那么科技公司的经营的压力 以及裁员的压力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从最新的CPI指出来看 美联储今年第四季度的意志通货 盆上的目标难以实现 所以还会持续的加息 那有可能对美国科技业的裁员压力 至少会延续到今年年底 那么您认为那个关键因素取决于哪里 利率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宋博士 这个利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现在看起来 那除了这个利率之外 还有那几方面的一些因素 是必须考量的呢 那还有这个政治因素 特别是美国叫供应链的 跟中国的脱钩 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趋势 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巨大 特别是对东亚 东南亚 以及新加坡 都会产生持续的影响 那如果这个脱钩的 这个力度加大的话 那么对于新加坡 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了解 那么陈先生 据您的观察 目前本地的科技业的招聘情况 是怎么样的呢 那些被裁的科技业员工 如果想找另外一份科技业的工作 会不会相对的比较难了 很多本地的科技公司 当然是在招聘这方面 真的缓慢了很多 而且在招聘新的成员 更是少之更少 不过我觉得这还是 仅仅的是在科技领域这方面 当然我们刚才说到了 META这些等等 这些打公司都打算才对很多员工 不过我们也需要了解到 其实新加坡对他们来说 可能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 新加坡可能只是 只是几百个员工而已 所以真的会影响 可能不是这么大 当然整体来看 整个科技这个领域 还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过我据我所观察到 很多其实从这些科技公司 被裁退的员工 他们都很迅速地 找到另外一份工作 不过并不是说 是另外一份领域 是在科技的领域方面 只要我相信 如果他们可以放宽一点 去考虑一下 非科技的领域的话 我相信找回一份工作 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件事 求职者这个本身的视野 跟接受度 可能也要继续调整一下 是 也要保持这个 要有一个兴趣去探索 那也很重要的 我们看到这个裁员人数 在去年最后的两个季度的时候 是有所增加的 而且对比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的裁员人数是翻倍的 那么宋博士 您预计 接下来本地裁员人数 会持续上升的可能性 和幅度是会有多大 比较有可能会出现在哪几个领域呢 正如之前所说 美国经济的周期处于紧缩期 裁员人数自然会增加 传递到新加坡的可能性也很大 但是新加坡劳动力市场 总的趋势是缺人 被裁的人员 可以很快在本地 寻找到新的就业机会 刚才是如前生所讲的 所以即使还有新的裁员 对新加坡劳动力市场的 持续冲击实际是有限的 了解 那么陈先生 据您了解被裁退后 一般能够如何提高 自己重返职场的几率和速度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真的是需要 很多的协助啦 很多政府公司 他们都可以帮你找一些career coach 帮你协助你怎样去回去职场 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 真的是需要上网去 把自己的profile做好一点 在新加坡当然也是有这些 好像linkedin这些等等这些管道 你可以去使用它 去了解一下现在职场的环境是怎样 去跟其他领域的人士沟通一下 交一下朋友 做一些互动 也许这方面可能会让你找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商机了 扩大人脉很重要 那么企业目前对中途转业求职者的 接受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陈先生 我觉得相比之下 因为在2017年我其实是关注这方面 我觉得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公司当然是带着比较看好的态度 因为说实在的 我们这里真的是人数短缺嘛 越来越少人可以进入职场 所以很多公司都为了要 要确保他们还是有人力 可以帮助协助他们的工作这方面 我觉得运作这方面呢 我觉得很多公司现在都已经带着 比较看宽一点的态度 他们会很乐意的欢迎 其他这些中途转业求职者的 的履历啦 而且去欢迎他们进入他们的职场 进入他们的公司 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职位空缺连续 第三季下滑的 这是否意味着呢 之前的劳动力市场紧绷的问题 已经是逐渐缓解 而这个职位空缺主要是来自 建筑还有制造业 那这两个行业的目前招聘 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如何能够改善呢 陈先生您的看法是 这两个行业首先就是 他们大部分的员工 其实都是外来劳工啦 所以在疫情的时刻 很多都违反了他们的国家 而且也是渐渐的 很多project都不见了 所以现在要重复这一遍的话 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笔员工的话 你不需要去聘请本地的经理啊 你不要去聘请本地的投工啊 所以在这方面他们还是要尽快的找另外一个方案 可能可以去采纳其他国家或者去想办法使用科技去代替一些人力等等的方面 这样可能在这方面的话 他们可以减少员工的需求 这样的话希望可能他们的这方面的情况会有点改善 是 护育庭时代其实外部的环境还是充满很多的不确定性 希望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可以不受影响 继续地稳健复苏 今天也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谢谢两位 好 那么下一段先进一段 下来进一段广告 稍后一起去看看 新闻若是换成了这样的一位虚拟主播播报 大家能够接受吗 稍后的科技引通呢 一起去看看人们对中国这位虚拟女主播有何感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